这盘棋将近是破盘动马 2023年的团体赛 这是第八轮精彩对军 红方是党委 黑方是金波 开局是当头炮 对战的是平凤马 先进了七足 红方选择是直衡锯的走法 黑方的补相在补视 那么这儿红方就开始欺负他 首先你的炮看不住马 怎么办呢 这马退回消极 索性他把这个锯给你换掉 你一吃他一蹬 就看住了 但是这个棋的话 总显示单薄一点 所以他就冲 希望可以从中路打开一个缺口 对方退回要打狙 如果你牵制他上马 没有棋 你冲兵到底是一样 他可以打狙任何上马 这样你再冲的话 他就给你吃掉了 所以对方马就火了 红方不管 他是准备从七六线偷袭一下 黑方先打 红方就平 黑方上马以后 红方是要冲 现在这个马上去 有一个踩炮 现在进居吃炮 你一打狙 卧槽一将出来 这炮一拆之后一退 形成一个重炮 偷杀 那么黑方的话 他就先打狙 希望你吃 推炮一打狙 直接看住卧槽了 那这样红方就没有进去的机会了 所以红方先退回 等你吃完之后 踩你 掐一个先手再说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是通过弃足 双方呢 如果说冲过去就是一个对杀 那么这儿你再冲 他继续冲 这边比你厉害 所以正常一点吃 吃完之后 这边他有一个回马 你一吃 他一蹬 你这边吃的话 希望他打掉你 但他可以上马一个跳江 叫杀 先把你吃掉 那么你一吃 他一爆 虽然你冰种好 但你居的位置差 所以这种棋啊 黑方是可战的 那么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红方的感觉啊 冲过去便宜不打 他选择招法是马5G3 这样的话 黑方就过去 展开了反击 红方再冲 黑方再吃 你冲过去啊 他打过来先手得子 你要飞向的话 他也是打 打完向鸟 所以红方这个马 跳进去就被吃掉了 换掉之后呢 还是不太舒服 所以临场的话 他选择招法是退回 这样的话 黑方也就吃掉 红方调军呢 要捉向 这个棋他就飞向 到这的话 红方开始啊 威胁黑方 他是想走一个平炮 欺负马 其实呢 应该走炮五推 打局比较好 这招棋又可以 威胁对方的大子 又可以解除自己的 三路线弱点 以退为进吧 那么走炮五平棋 他是看到了这么一个棋啊 可以串对方 表面看起来啊 对方就跑不了了 将来实相一捕啊 就可以抓对方的子了 但是的话 这个棋黑方下出一个 红方没有想到的招法 大家猜一猜 如果是你走这个棋 你会怎么走的 黑方走的是足武器 太妙了 你要打的话 他冲过来吃炮 你炮再躲的话 他又拱掉你了 这边呢 还吃着马 你要飞向就拱你向 你要是敢踩的话 中间吃你的马 等你去看的话 那直接一炮打死 所以这个棋很经典呀 那红方不敢打 红方到这儿的话 把自己的阵型走得很虚啊 对方的阵型越来越厚了 所以红方决定了 就加固中路 他的意思是 黑方啊 踩掉 红方一踩 进去吃马 可以泡8平5看住 那么这个棋 黑方呢 其实可以走这个 足武器也不错啊 将来呢 中路 平均过来吃炮就行 这儿他选择是 泡2平3 这个棋也不错啊 从底线打开缺口 那红方就平一步啊 黑方呢 开始打僵 不是之后呢 他就切进来踩霜 这儿吃着炮啊 踩掉 让你挑着吃 那么这个棋啊 你无论吃哪一个 他都不舒服 临场的话 他是想把这个 马吃掉 找个机会呢 底下可以穿江啊 进行反击 那黑方呢 直接上马了 这招棋啊 确实是够狠啊 他的目的是 直接踩你的马 你又不敢动 一动的话 直接就啊 打相打死 那么红方到这儿啊 出来是想底线偷杀 但是将军对方 可以落相啊 暂时问题并不大 黑方的话 也是求稳啊 并没有去踩 贪吃这个相 人家走一个点区啊 随时呢 硬得你的子 这个棋呢 你要是看的话 将来也是守不住 因为的话 他这个炮啊 随时可以打你的马 那么这儿 红方的索性 穿越江 黑方啊 正常就落相了 然后呢 红方决定上马 这个子就弃给对方 让你拘一吃 你位置差 将来炮打出去 想偷袭 这儿黑方呢 他就平居啊 也不贪吃 你要是进来就闷攻 红方的话 这个棋电炮 也是打一枪 所以呢 到这儿啊 他选择的招法就是 知个事 你杀一枪 我进来 这样的话 不至于被他吊住啊 那黑方就足武器 先吃掉 让你不能形成一个 打僵的棋 那现在 到这儿以后啊 黑方呢 他也不怕 你吃相对局啊 因为对完之后 这个棋 是黑方呢 多一个足 而且把马制住啊 他占优了 所以 这个棋 他也很痛苦 红方的话 这个子都不在位置 他选择先不是在说 那黑方就落相 不让你吃了 红方呢 决定上马 他通过 棋一个子啊 强行想破相 那黑方就给他吃了 然后呢 破完之后 他落了个市 到这儿的话 对方就认输了 为什么呢 现在呢 你不能吃相 他就抛 相这儿抛的话 你正常就得退 退一步或者两步吧 那么就算你退回来 他这里有一个打相 非常凶狠的招法 当你选择退局 试图呢 开始啊 抽子的时候 人家有一招马八进七啊 所以他不上老家 你就马将不到他 没法利用 将军之后呢 你想抽人家的鞠啊 不敢抽 这边叫着杀 那么这个棋 你要是想抽掉这个马 你也不敢 他甩一个炮之后呀 你一吃 底线一将之后呀 有一个平鞠 这是一个绝杀 什么也挡不住呀 那么这个时候呀 我们发现啊 这个鞠其实在中间的时候 他不将 进来不就没有杀棋了吗 到这儿其实还是不行 那么他平鞠就抓 你的马 当红方呢 以为上马 这边G572 绝杀的时候 黑方呢 突然冷箭 弃鞠 对方上不去 非是不可 仍然是马后炮 所以这个棋呀 走得太绝了 到这里党匪就不得不认输了 这盘棋 金波获胜 这盘棋 讲解的是小足勤帅 2023年的团体赛 红方是陆维涛 黑方是赵潘伟 开局走了一个武器炮 进三兵 对战平风马上行 那么黑方呢 他有意飞向 就是引红方去冲 将来他是希望啊 这个向一落之后 有一个可以出局吃炮 叮嘱红方 红方先退炮的意思就是上马 就搬你出 黑方在捕士啊 出立局 红方呢 拆炮 我以后的这个条形做准备 黑方这个鞠过来是要吃炮 红方就先甩过来 那么你充足 把这儿守住足勤线 红方上马 黑方进炮呢 是要打向抽居 红方就跟他对一下 黑方接受了 放掉以后呢 吃回 这边呢 选择上马 红方呢 就是出局欺负他 利用对方这个鞭马太弱啊 所以呢 他不肯 吃马抢先手 红方顺势跟黑方做一个交换 双方呢 对掉以后 红方呢 位置好一点 准备呢 抢足 这边呢 黑方是要鞠三进三 打中兵 所以先把中足吃掉 为江南上马做准备 这样的话 中兵就看住了 随时呢 吃边足 对方呢 就牵住 准备呢 做文章 这里红方他就先看住 这样的话 你一吃 那正常的话 是要采相的 但是红方这个棋啊 临场没敢这么下 咱们看一下 采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吃鞠 他跳马也将给你拱掉 你再打掉 他就冲过去 有可能会形成马三兵啊 所以这个棋他不敢 不敢吃的话呢 就只有打了 打掉之后呢 红方一打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有一个香吊马 这边的话再去打 刚好这个炮可以脱离险地 可能这招起他没看到吧 那么现在无论落相还是回马 他都可以吃掉你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呢 炮双兵 对方是马单相 这个棋呢 红方有机会赢 但是呢 黑方守好了 也有机会合起 所以红方临场的话 没有这么走 他选择的招法是 先棋后取 结果呢 这里啊 想得回一个子 黑方有个打将的好棋 红方落相 还是可以吃回他的炮 黑方趁机弄兵的抢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抓死炮 你炮一逃 继续杀 中炮放不上啊 中间点将抽你 想下底炮也不行啊 这个组保住了 至此呢 开始了黑方的微称模式 那么红方这个棋 守得也确实顽强 他是以攻带守啊 想放中炮和底炮 人家不让 那么吃马的话 他就以退为进 将来是要挑的 河口鞠拦住 这儿的话 他退回到巷尖 红方飞向拦住 黑方呢 想去吃炮 红方就先打马 避棋锋芒之后抓 退回之后呢 就保 然后这个棋啊 黑方就往里钻 红方呢 这个棋守得暂时是 让对方 棋度足过不来 单靠这个鞠马 坐下引棋啊 还是呢 很难引到 最终的话 他就调整 想办法过这个棋足 怎么过呢 他要把这个马 运到一个卧槽的位置 啊 现在的话 首先先破向 你一看 他退回 你弄向 他一绕啊 这个线到彩鞠 你一顶 他一退 刚好就绕过来了 到这儿你要是知识的话 可能把象就破了 破完象的话 这鞠马座对这个鞠炮双十也是赢 他用鞠根 黑方刚好承认这位 抓他一步 对方一闪 租过来 他想换子 黑方不肯 那你现在如果像掉 这个棋呢 也是不行 因为他吃着炮呢 你顾不上呀 那么只有先走炮了 到这儿以后呢 试图交换 黑方呢 就直管下 到这儿的话 就落象了 不让他破双象 这马就上让他 吃着炮就有退 这个马抓象 向上去还是破双象 他这里呢 就退狙抓一下 踩掉之后 他想困这个马 到这儿的话 利用规则 下一步退狙拉丝马 黑方呢看住 红方一挤 随时可以打狙 黑方进一步准备回马 红方的话就看住不让回 那黑方看去围城 这两个足到底能不能把对方围死呢 我们看啊 这儿的话 红方他初帅 如果落象 对方可能下足了 然后呢 平足下 到这儿的话 直视 这边就平 然后呢 这个期他飞向 这儿的话 正常就拱式 落势之后呢 这个期也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的话 足三斤啊 将来还是要破你 没有办法的 那么这儿的话 他就退回 找机会呢 就可以啊 有一个强行 回马 那这个期 如果你知识啊 他真的就回马了 你一打之后 有个什么期呢 这边有一个底线 穿江啊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期有一个弃足 端底江 当你对居的时候 这边就啊 平足或者进足 杀齐了 所以这么一招期啊 红方如果说不直视 到这儿就进来 下足再出来 那么他这个期 再平过来 到这儿的话 你现在正常啊 进 他就可以回马 因为你不能打 你不打些卧槽 一面杀你 打掉的话 底下川杀你 所以他退居 主要是为了回马 那么这个期的话 红方也挡不住 他选择就上老帅 黑方的话 这时候出了一步老将 红方的话 这个期走的是落象 就想把这个马给围死 那么这样来的话 他就吃 这儿一打去 确实是得子了 但是黑方这个期 他不要了 你一吃之后 看似菊不能将 实际呢 他这个期啊 跟着炮了 红方掌菊 没起走呀 这儿的话就进来 然后呢 再走炮 他这儿呢 直接点一将呀 退居 那么这个期 他是要下足 啊 红方临场 走了一步推炮 结果被黑方一冲足呀 这个期就认输了 因为你进不来 啊 点死了 那么作为这样的期 如果你不退炮 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继续上 他可以平居啊 继续下三足 杀你 他手段很多啊 你现在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川江啊 这个期小足以下 就算你顽强吃掉 这个足也没有用啊 点江之后呢 就是阿奇了 所以到这一话 路易涛不得不认输 叫攀位获胜 这是这一话 我先把你移动 我先把你移动